大家好,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习包子经常说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是越开越宽 让全球投资者 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我先不管你压的这个大门 究竟是不是越开越宽 还是来个闭关锁国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以前确实江湖时期是有那么一点红利 到今天为止 这个中国经济究竟是红利多一点呢? 还是陷阱多一点的 你确定现在这个中国经济还是个红利吗? 还是个陷阱呢? 对吧 中国的钱有那么好赚吗? 来到就共享了 哎呦好像这个中国是冒金山啊 这个黄金冒出来的石油冒出来一样啊 来到就共享了 是吧? 所以这个语言啊 真的是 这个台湾的韩国语啊 来大陆赚大钱 大陆有那么多大钱好赚吗? 所以我们今天啊 继续聚焦中国的行业啊 你看具体这些行业啊 两个今天我们看啊 一个啊 是餐饮啊 还是聚焦餐饮 这普通人 一般人啊 人人都可以参与的 这个行业啊 这个现在好不好做零售餐饮啊 还有一个这个IT 我们看一个IT巨头啊 又不行了啊 第一个餐饮 我们今天看啥呢? 不是还得捞了啊 今天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啊 不吃压脖子咯 这个有这么个热搜啊 冲上这个微博啊 是这个三大巨头啊 中国这个压脖子是中国的 可以讲每个国家有它饮食文化吗 有的国家呢 比如欧洲有的国家喜欢吃巧克力 是吧 像日本啊 有一个叫做刨冰 他也有什么核果子的市场 他每个国家有的独特的饮食文化 形成一定的一个零售市场 像核果子 你全世界其他地方不太早到吗 然后这个中国啊 确实有这么一批黑马啊 有什么独特的一个啊 特别是在武汉哪那边啊 比较有名 就压脖子啊 属于你叫做也可以下饭 也可以像零食一样吃的一个这么个东西 而且做到上市了啊 几大巨头啊 一个叫周黑鸭啊 01458啊 在香港上市啊 爵味食品啊 603 517啊 在上海上市啊 皇上皇啊 在深圳上市啊 在山地上市三大巨头啊 三大鸭脖巨头啊 最近都不好过了啊 集体利润跳水啊 业绩下滑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吃压脖子了 哈哈 是压脖子不行的呢 还是 哈哈哈哈 啊 财务报表显示啊 周黑鸭啊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预计下滑90% 嘿呦 那几乎就是没有赚钱 那么白做啊 现在我大概是一两年前 我们刚开这个频道 我已经反复在说这个现象 在中国最哎呀 这个疫情以后吧 其实1819年也没多少啊 但是已经体现出来一个特征就是 就是不好做啊 我们广东话的大国走 走来走黑了 没有利润啊 就是有你看到营收好大好大呀 不断的做做几十亿的生意啊 但是利润就这么一点点没有利润啊 以前说是都给房地产赚去了啊 然后这个周黑鸭下降90% 然后绝位食品就是绝位压脖啊 他就说绝位上半年归属母公司 是基因利润啊 预计最高下降82%也差不多啊 都是基本上就没有利润了啊 然后暂未公布半年度业绩的皇上皇啊 今年一季度基因利润下降45.57% 二季度可能更差啊 所以都是差不多啊 都差不多 基本上三大这个压脖巨头 那都没有多少利润了啊 他再放大一点呢 他他们这个市场在中国叫做卤味市场啊 这个卤味就有有卤鸭的有有卤肉的啊 就卤味市场啊 总体来讲也他可以应用到这个一般的快餐啊 什么什么卤肉饭啊 就做出来一个卤肉饭啊等等啊 这这些都归类为一个行业啊 一个细分市场在中国 卤味三巨头啊 是年轻人不爱吃猪啊 这个压脖呢 还是这整体的形式都不好呢 里面就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周黑鸭和爵味食品在财务报表中表示啊 疫情和原材料价格上涨 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啊 一个是疫情啊啊 都都不出来啊 逛街啊 逛逛吃吃了啊 然后一个呢是那按理来讲 他们很多的是这种像零食一样的啊 就打包好真空包装一个就就就就吃了 今天我就感觉就不太健康啊 大家有人吃 原材料啊 价格上涨 这里说到一个成本问题 天天说美国成本很高很通胀 中国啊 是不是就没通胀问题呢 我们来看啊 截至2022年中啊 周黑鸭在全国门店 三千一百六十家 不可谓不大啊 啊 要绝位门店 门店呢 啊 有更多啊 一万三千七百一十四家 很多的开在这个啊 很旺的路口啊 开在什么地铁站呢 我看到这个觉得我以前就就有观察 开在地铁站啊 开在比如一些shopping mall吧 啊里面都有啊 然后这个分析师啊 这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先生啊 这个看来啊 啊 鲁味行业压膜类产品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啊 啊 以规模取胜啊 啊 这个这三大巨头基本上就分吃完了啊 就没有其他什么事了啊 但是啊 这个也不可能无限制 你再开也没有什么卵用了啊 过去这么几年 你看到这中国其实几大商业市场一个奶茶也这样的拼命开拼命开啊 好像这占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占据流量入口啊 在占了之后啊发现啊也就这样了啊 其实以前啊 海底捞现在都都在关店了啊 就就是这这究竟是个流量入口呢 还是个陷阱还不好说是吧 之前说下沉下沉 哎呀 其实这个你看这三四线城市不好做的啊 当然一线城市也被打瘸了啊 现在上海 哎 所以这个盈利模式啊 变得非常疲劳啊 这里说说成本 你看啊 这个黄上皇和绝位食品 客单价大概25到35 周黑鸭啊 客单价大概40到60 然后这个国台军安研究所啊 数据显示 2019年熟食压缚市场均价是4.5元一根啊 按照一根压缚200克推算 300克的熟食压缚市场均价是7元左右 而上述品牌定价是普通鲁味店的3到7倍 就有点品牌溢价啊 这个可能是相对规范点干净点感觉啊 但是很大一部分 事实上是投到这个企业品牌宣传成本里面去啊 对于消费者来说定假是虚高的也不是说高 是里面这个成本很高啊 之前说那个一粒牛奶也也是同样一个问题啊 你看都是投入大量的广告啊 有什么安慕西啊 投资啊 综艺节目是吧 其实很百分之八十说那个牛奶百分之八九十 你喝了一块钱的牛奶油有八毛钱有九毛钱 全部是广告费 你喝的不是牛奶 你喝的是广告费啊 你看这个这个也差不多啊 你看三大巨头啊 接连啊 这个做做了很很多的这个推销啊 跟肯德基合作跟乐视合作 推出什么卤辣辣卤压压风味鸡腿宝 啊 然后啊 又是跟这个协程合作跟曹操出行合作 增强品牌曝光力啊 投资一些啊 综艺节目啊 广告辞入等等 花了很多钱啊 你看这个周黑压一年啊 或就就这个促销花了十点八五亿 十个亿啊 绝位食品啊 广告宣传费增值一点六六亿元啊 绝位者就广告费费 所以没做黑压多 但是他主要是铺渠道 铺了一万多个分店 哇去我们到处铺店啊 采取的策略不一样 但是都是拼命的投渠道啊 然后皇上皇啊 销售四个亿啊 销售费用啊 这个到处投 但是有没有效果 我现在看来没有效果啊 就是一个就是投投了大量 就大家就拼命争了 拼命抢啊 这个投了很多啊 这个投入 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啊 也尝试过 你看他们做了很多尝试 要接连推出什么啊 这个是不是压薄不行的呢 也推出猪蹄啊 也推出这个凤爪啊 也推甚至推出素食啊 你看是不是肉类不行呢 现在也联系要健康要养生啊 推出素食啊 是推出小龙虾产品啊 这个都不是很理想啊 事实上这一个是成本高 一个是疫情啊 最后还说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竞争又是相当激烈啊 其实这个疫情以来 2020年以来啊 数据显示国内的鲁味相关企业 总注注注注注数啊 突破了12万家啊 就有有些是小餐饮啊 然后2021年鲁味行业规模还在增长 就是那个里面啊 看来这个竞争激烈啊 也不是爱不爱吃是大家的妈死争 现在是不是也跟这个失业问题有关系 就是大家就没工作可做了 有小餐饮呢 属于就门槛特别低 个个都来做啊 这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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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做了 做点小餐饮啊 所以这一小餐饮看来啊 是竞争相当激烈 疫情以来他还在甚至注册数目还增长了 因为这个都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做啊 要不就送外卖有有的人就被迫叫做 你叫创业也好就不要或者说什么都好 没有什么可做啊 做点小买卖啊 有有就推个小推车啊 做点小贩啊 就出去干了干干起来了啊 所以就一个消费力又不够啊 大家就乱竞争啊 所以所以中国市场有什么好做吗 我自己在中国就就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 哎呀这个这个中国不好做 这生意还要来来个红利哦 天天一来就红利一来就想赚大钱 没那么容易是不是啊 哎呀所以就啊 这这是餐饮市场啊 我们还要说这个IT啊 哪个巨头不行的呢 你看看完这个是不是其他高科技行业就行呢 看来也不是啊 这个整体衰退我说了 这个2021年到2022年一季度跳水之后啊 哪个行业呢 360啊 360在中国也是啊 这个做这个防火墙 360防火墙啊 一个出现巨额亏损 哎也也不行了 你看他有没有流量有流量 360是有点流量 而且很多人说他流氓 流氓软件都做不下去了 哈哈是吧 然后出现了这个亏损 这2018年啊 从纳斯达克回A股上市之后 首次报这个亏损 而8月25号晚间啊 公司公告2022年上半年营收48个亿啊 也是同比减少 收入也减少啊 减少了14.16%啊 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进利润亏损4个亿啊 扣除非经常性有些补贴高科技行业有补贴 之后实际上还要亏5个亿 也就有1个亿左右的政府补贴啊 有些是啊 禁利润亏损啊 除了一方面是是生意不好做啊 这个营收下滑 嗯 这360是做什么营收 我们来看看啊 但具体他这是有什么收入 他究竟是这个这个防火墙软件啊 这个安防方面啊 这个是软件安防方面 有有这种收入呢 是不是有有些大公司 他要专门的安防服务啊 是不是这些收入呢 啊 我们来看啊 同时的成本啊 这个什么管理费都都在上升啊 嗯 哇 这里的材料太丰富了 我们来先看他有什么收入啊 然后自身啊 业务啊 实际上360几块啊 一个是安全 嗯 安全软件啊 确实有有很大一部分呢 就有些什么防火墙软件啊 能不能收费啊 这特别有一些公司配套服务的啊 可能是有收费 然后是互联网业务 互联网业务是什么呢 啊什么啊 360安全卫视 360手机卫视啊 这里面是不是也是赚点流量啊 就赚点啊 比如广告费啊 这个投投入了一点 比如每每次打开有的都投点广告 因为他很多也没有直接收费啊 我看啊 或者有些增值服务 这个流量不毕竟基础有一点啊 360里面可能变现能变出来一点 互联网业务 然后这个智能终端啊 360也卖手机啊 原来智能终端也卖手机 里面我们来看的收入一个是安防方面呢 他有十个月啊 啊 这安防方面的能能收上来十个月啊 啊 但是也是 这还是 这还稳定啊 安防方面还稳定 但是啊 衰退的比较厉害的是互联网啊 也就现在收不上来钱啊 所以以前他互联网怎么收钱的不知道啊 这是我投广告呢 还是还是有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 我看在中国应该搞不了多少钱 应该还是要转化流量啊 360能转化一点流量的 他应该是在在中国 嗯 现在这流量可能也不值钱啊 在中国的流量比外国的不值钱多了啊 他有很多是虚的啊 就做做的比较虚啊 什么bdbd 你看到什么一个千万大b啊 动不动就千万大b 可能他的收入还比不上油管一个几万订阅的大b 是很虚的 动不动啊 说几百万的啊 什么什么微博都是这样 嗯 嗯 嗯 这个互联网是下降百分之二十二啊 这个收入也下降 要终端啊 他卖手机啊 除了卖手机 还卖什么儿童啊 儿童电话手表啊 这很很会做中国的生意啊 中国就这这些生意 还有什么摄像头啊 360安防摄像头啊 也做正终端啊 硬件终端硬件 呃现在呃都是都是下降啊 下降百分之十三啊 这个都收入收入都下降 嗯 嗯 投资方面啊 他还亏了一大块啊 你看他是投资的这个挪杂汽车啊 也是好像没做出什么来吧 挪杂汽车啊 所以里面也亏了好几个亿啊 主要是罗杂汽车这里亏的厉害啊 就都是学人家投个新能源汽车啊 所以360基本上就跑不出来了 可以这么讲 其实好多年前啊 他跟腾讯QQ360打架的时候 他当时输了之后呢 他其实就走下坡路了 就就回大陆圈钱啊 圈那圈那一大块钱啊 哎呀他是成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回大陆圈那个钱 比阿里巴巴成功的地方 就是阿里巴巴没成功回到A股圈圈 圈这个钱啊 360呢就成功圈了这个钱啊 所以稍微维持了一点点市场地位 其实360流量肯定是做不过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啊 看出来在大陆现在无论是什么IT啊 这个巨头就除了几个什么什么腾讯阿里还能苟延残权以外 你看360现在也一塌糊涂了啊 就是在中国往往就是跑跑出来你看包括电动车啊就跑出来一个两个啊 所以我们还要回到这个主题啊 中国的生意有这么好做嘛 所以看了一圈看了这些具体的企业的业绩还有经营公布出来 这个上市大公司啊他们都不好做哎呀 你平头老百姓你说你你比他厉害啊 你起码就严家360啊是个半吊子姐 但是你那些一般老百姓你比不过他对吧对不对啊 他们都搞不了我们老百姓哪里搞得了啊对不好做啊 小心点啊不要一门一股老门 哦中国赚大钱的大湾区赚大钱的没有的事啊 所以先说这样啊就有点意思 点赞里面分享拜拜